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当我去看到各样那种贫穷的人家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么的悲苦的人生 当下我就渐进是一直在内心 自己起一个忏悔心 慢慢地说我不应该这么浪费 物欲应该要减低一点 这个就是我开始慢慢调整的时候 这座志工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那时候我到病房的时候 有一位比丘妮她才38岁 可是她已经得到重病 她说她已经出家30年了 那时候我更震撼 她已经接触活法30年 可是她跟我说 她后面的经书她一记都记不得了 就是说也没办法看 我的年龄长到几岁 真的是人生苦短 如果我不赶快做 那等到何时 所以没有多久 我回来我就依然把公司给结束了 我要前职投入做志工 走一步进一步 越走越进步 我们需要帮助很多人 我们这样子兼一个月几千块 拿够了 那当下我也发一个大宴 我要慕隆董 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来了 就这样子 就好多隆董就出现了 一股善的力量 你只要跟着这一股善的力量 很深信我们的善恋 一定可以让我们 再去接应更多的菩萨 这个是我在实际里面体验到的